说到玩游戏 续航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现如今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 对于手机的续航也是不小的考验 那么Vivo C5i此次配备5000mAh大容量电池 并内置了全新的AI省电技术 那么实际续航表现是如何呢 我们平常使用手机除了日常的微信聊天 就是看视频玩游戏之类居多 因此我们将从日常使用场景出发 测试Vivo C5i的具体续航表现 首先是看视频 我将手机亮度调整为80% 音量调整为50% 播放一个小时的在线视频 Vivo C5i消耗电量6% 接着我又打了一个小时的王者 但游戏上的中毒场景 那么Vivo C5i的拍照表现就是我们的 在硬件上 Vivo C5i透视由1600万像素主摄 加8万像素长望角镜头 加紧身上头组成的 AI智慧三摄 三个摄像头兼具标准 广角 紧身 微距等功能 能够适应多种场景的拍照需求 闲置则配备了1600万像素的主拍镜头 拥有会员相机等可测功能 在其他方面 Vivo C5i搭载了Vivo C5iOS 9.2系统 在更加便捷的操作的同时 还加入了智慧功能 人工智慧助手带来更加智能的用具体验 在手机的微屏上 拥有更多的快捷功能 一出几达 多种智慧场景像天神管家一般 提供贴心的生活服务 长按电源键即可唤醒 总结 作为一款亲人机 Vivo C5i在打造性能长效续航的同时 时尚潮流的外形出色的拍照表现 加上智慧功能加入 使得整部手机的用具体验 得到全面的提升 在目前的手机市场上 像Vivo C5i这样 兼具强劲性能和长效续航 平时的手机确实比较难得 继续航的表现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再继续航的安全感 直接继续航飞 制作为一方的 的 可以